大家好 今天我有个任务 那就是要带大家去看一台车 走 走 在2018年这个P Porsche庆祝70 years of Porsche 也就是70周年的意思 那其实这个 70 周年 指的是他们的跑车建厂 70 年 因为在 1948 年这个 Porsche 的地款跑车 356 No.1 就诞生了 而 Porsche 为了向这个前辈致敬 就在 2018 年推出了名为 911 Speedster 的概念车 并在隔年推出了这个量产版本 而如今这个量产版的 Speedster 就来到我国了 Speedster 其实是 Porsche 当年为美国市场所打造的一个入门车型 当年是美国一位入口车商 Max Hoffman 所提议的 他建议这个 Porsche 打造一款少过3000美金的 Porsche 跑车 也是这个 Porsche 就基于当时的 356 打造出了 Speedster 因为是这比较便宜的入门车 所以就拆走了很多配备 然后挡风镜的设计也是比较小 以方便给车主再说莫下场赛车 同时这个顶棚的设计也是做得比较简单 结果这一款车在美国大卖 而且也因为轻量化的关系 很多人直接把它拿来当作这个台卡 就这样 Speedster 就成为了 Porsche 的一个经典车型 而这个最新的 911 Speedster 呢 其实是 Porsche GT 部门总监 Andres Pornya 在 2013 年所提出的建议 所以它其实是拥有 GT 血统的 911 不单纯是为了周年纪念而打造的明星车款 是一辆真正很贴近驾驶感 很原始 很热血 能够让你人车一体的 Porsche 那这个最新的 911 Speedster 在外形上 它是有延续了 Porsche 這個 Speedster 车型的经典设计元素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挡风镜 它是比较倾斜 然后比较小片的 至于后方部分呢 这有这个招牌的双驼风式设计 这个顶盖被称为 Double Bubble Roof 啦 然后里面就是收取它的这个软棚的地方了 来到前脸部分呢 其实这一台 Speedster 它其实是直接以这个 911 GT 3 车型打造而成 所以在前脸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它拥有这个经典招牌的这个青蛙眼 4.4 LED 头终设计 以及保险感部分呢 它其实是直接套用这个 GT 3 的设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这个大型进气格三的设计 然后都是网上的 看起来非常的有战斗格 那可能你不知道 其实这一台 911 Speedster 是 991 世代 也就是上一代的 911 车型的最后一个车型 算是对这个 991 做一个漂亮的告别桌啦 那这个 Speedster 车型呢 其实都是以轻量化为前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有许多轻量化的元素在啦 包括这个前方哦 这个 Porsche 的长灰 其实是一个 Sticker 来的 它并不是平常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立体式的长灰设计 而上方这个 70 呢 其实意味着就是这个 70 中年的意思 那在车车部分呢 其实这台车也是有很多这个特别的设计元素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贴纸啦 它是有这个 70 然后还有这个 Porsche 的字眼 这个 Porsche 字眼呢 其实是一个 五六十年代的 它的这个经典的这个字眼设计 那我国的这个 911 Speedster 呢 它其实是有导入这个 Heritage Package 所以除了这个复古式的 Porsche 字眼设计元素 上方这个 Speedster 呢 它是一个金色的字眼设计 同时里面的这个内装呢 也是采用一个黑中的双色色系设计 还有点就是这台车的所有 Porsche 的 Logo 呢 其实都是 它的这个传统的 Porsche Crest Logo 和这个最新的 Porsche 的 Logo 其实设计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呢 也是这个 Heritage Package 的其中一个特点 那来到车尾的部分呢 因为这一个 Porsche 911 Speedster 它是 991 四代的车型 所以在尾灯部分我们就看不到这个 992 很漂亮的这个立体式尾灯设计了 但是呢 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车尾看起来非常饱满 非常具有这个肌肉感的设计 尤其是上方这个双拖风呢 让这台车看起来 非常的有这个战斗格啦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那除了这个金色的这个 A1 呢 这个车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排气围观 这个双车排气围观呢 是以 Titanium 制成的 胎排气围观哦 那这个 Speedster 的开篷方式其实还蛮特别的啦 首先你必须按下里面的 Button 后面的这个 Boot 就会弹开 这个 Boot 是以碳纤维制成的 只有10kg 重哦 而且它有油压感的制成的 所以就算是女生都能轻松打开 那因为这个感很轻 所以它不会像引擎盖那样压下来就会自己锁好 所以关的时候啊 你还是需要用手按一下 然后旁边就这样锁 最后你还是按下这个 Button 给它自己变动结合 就大功告成了 这一个软棚的设计啊 其实我觉得也让它和这个普通的 Cabriolet 有分别啦 分别就是普通的 Cabriolet 你是有时候会开篷来开着这台车 那 Speedster 呢 反而是相反的 就是你有时候才会关棚来开它 这个也是这个 Speedster 车型的精神啊 这里在轮圈部分呢 这个 911 Speedster 其实也是直接套用 GT3 的 Spec 所以在轮圈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20 吋的锻造轮圈 而这个轮圈呢 是一个单孔的设计啦 也就是讲只有一个 Nut 罢了 这个跟 GT3 是一样的 而轮胎的尺寸部分呢 前方是 245 35 后方呢 则是 305 30 的一个 Spec 使用的轮胎是 Michelin Pilot Sport Cup 2 这个轮胎呢 基本上也是和 GT3 是一样的 在轮圈后面的这个刹车系统呢 其实 这个 911 Speedster 也是使用和 GT3 一样的 Spec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使用的是这个 被称为 PCCB 也就是 Porsche Ceramic Composite Brake 的这个刹车系统 它使用的是一个 Carbon Ceramic 也就是碳陶瓷的这个刹车盘 至于刹车卡前呢 则是一个前流后式对向活塞的一个设计 这台车它还有这个后轮的主动转向系统 可以在不同的这个驾驶模式下呢 进行调整 在动力配置方面呢 基本上这个 911 Speedster 是直接造版了 911 GT3 的配置 它搭载的是 4.0L 的这个 6 缸水平对卧引擎 这可是自然进气英雄哦 它可以来到 9000 转才换挡 转速的区域很广 这一种拉高转的刺激啊 是现金的大马力 Turbo 车所给不到的 你可能不知道哦 其实这个 Speedster 呢 它可是比 GT3 多了 10 匹的马力 主要是因为它多了这个独立式的 Trotter Body 系统 也就是每缸一个 Trotter Body 还有就是采用了更高压的喷嘴 喷嘴压力从 GT3 的 200 Bar 提升到 250 Bar 进气方面也获得了改良 也因此这个马力才有所提升 而这具引擎搭配的是 Porsche 的 GT60 手拍 这样的一个搭配下呢 0-100 的加速只需要 4 秒 最高时速为 310 km per hour 它还有这个机械式的 Hold LSD 那由于它的这个底盘和配置都是 9000 GG 推翻过来 包括它有这个比较硬派的悬吊设定 不过这个悬吊呢 它是有 PSM 主动式电子悬吊的 已经比普通版低了 25mm 而且它是一个电子悬吊 所以你在车内还是可以调软硬的 有两个设定 哇 坐定车呢 首先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悬吊是非常具有战斗格的 因为整个是很低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坐在地上 看去前方呢 整个就是想要开快一点的感觉 那其实这个 Speedster 它主要是以轻量化为主啦 所以可以投轻它就尽量投轻 也因此呢 这一对跑车同一呢 它其实是以 Carbon Fibre 打造而成的 坐起来 嗯 包覆性是有 不过如果你要说舒适的话呢 我觉得这台车可能 会稍微一点腰疼 同样的因为这个轻量化的关系啦 所以这个 9-1 Speedster 它的这个内装方面呢 是比较稍微比较裸车一点 就是所谓的这个 Rally Spec 的一个设计啦 因此呢 这个 Steering 它其实 这边就是掏空的 是完全没有什么 Steering Control Button 给你的热血耶 Bro 不过好彩的是这个中控台部分呢 其实它还有很多 Button 啦 然后有这个触控屏的这个多媒体娱乐足迹 还有这个非常热血的这个六速排档杆 这个排档杆的手感其实很不错 很紧凑的感觉 其实 Porsche 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七速手排啦 那为什么这个 9-1 Speedster 会使用六速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轻量化了 因为这个六速呢 能够投轻 相比起七速呢 这个七速就多了几公斤的重量 如果是和那个 PDK 相比的话呢 这个六速手排呢 其实是轻了十多公斤 这方面呢 可以说是升1kg 就是1kg 啦 也是 Speedster 的一个精神 而旁边呢 其实它的这个 Dashboard 啊 它是以一个 还是以一个 Soft Plastic 的材质制成啦 所以摸起来其实手感还是不错的 然后中间也是因为 Heritage Package 关系 所以这个 Speedster 呢 是金色的指标 点一下 它里面就有两个北架的设计 不错啊 还蛮实际的 然后这个植物格呢 也是蛮深蛮大的 以实用性方面来讲 这台 Speedster 其实还做到蛮不错的 那同样的也是因为这个 Heritage Package 关系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桶里的 Headrest 部分呢 它有这个 呃 经典的 Porsche Logo 就是那个旧款的 Porsche Class 的一个设计啊 然后 中间呢 还有这个金色的这个 呃 一个 Porsche 70 的一个设计 下方呢 还有告诉你这台车是 第1948 辆的第六辆 彰显出它这个限量版车型的身份 那还有点很特别是这个 这个 呃 开车的这个 车门的把手啦 它其实是一个 Stripe 的设计 然后 也是要这样拉 就可以开门了 轻量化 bro 哇 全球限量1948 台的这个 Porsche 911 Speedster 在我国的售价为 2.7M 也就是270万令吉 相比之下 这个 911 RS GT3 RS 呢 也才 2.23M 那这台车 它的同级对手其实是谁 我个人是觉得这台车其实并没有什么对手 真正要比的话呢 可能是这个 McLaren 的 600 LT Spider 以及 Ferrari 的 F8 Spider 这些对手都更快更厉害 但是 Speedster 有什么呢 它有 NA 以及最重要的手牌 这一种原始的浪漫啊 对我来说才是这个 Speedster 真正限量的地方 毕竟要找到这种讲究竞技感还有原始感十足的超跑 在这个年头已经是非常的少见了 而且重点是 它还很时尚 长得很漂亮 目前这个 Porsche 911 Speedster 呢 从 6 月 13 日开始将会在 Porsche Sloan University 的 Showroom 展出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联络这个 Porsche Malaysia 预约看车 我是小明 今天的这个新车介绍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期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分享 以及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回再见 拜拜